我一直想为月光相 我的中国写一首诗 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 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 在夜色里它银庄素果 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 散发着眉的情香 在我的故乡 在江南的古镇 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 就像一片茶叶 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 即使到了紫叶 在银色的月光下 青石板上 依然有一乡的游客 用稀疏的脚步 独自品尝 明月当空 其实无需举头仰望 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 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 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 让你感到怦然心动 让你情不自禁 流连望返 近处的长亭 远方的古道 那些美丽的传说 真挚的友情 纯真的爱情 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 那些临别折柳 相逢一笑 就像一首无谱的音乐 在月光下 随风起伏 我想为月光下的中国 写一首诗 月光下的中国 大河奔流 白浪 见其满天的星星 月光下的中国 长长巍峨 绵延万里的巨龙 转的林甲 闪着阴光 如果你站在城墙上 还依稀可以听得到 遥远的回声 那些兵器的撞击 那些战马的司鸣 英雄逐鹿 万丈豪情 快逸人生 壮世报国 一腔热血 化戒为离 五千年 仿佛就是一夜之间 摔草枯扬 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 明月清风中 早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再幽远的历史 折叠起来 不过就是一本 现装的古书 不必红袖天香 因为在月光下 会阅读的更加清晰 因为月亮 还是那轮月亮 千年万年 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我 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 写一首诗 这个夜晚 我在北京 在一家酒店的房间 平窗眺望 我感觉到了 中国的心跳 我看见了车水马龙 流光溢彩 我看见了月白风轻 一扫阴霾 我看见了 崛起的城市 万家的灯火 在月光下 做着同一个 晶莹的梦 我在憧憬着 一个纯准的 崭新的 黎明 诞生 这个夜晚 在北京 我在月光下的中国 写着一首诗 窗外的月亮 正在上升 如挂起的云帆 驶入 我的心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大家感觉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